我们很多道心 守旋 不得力的原因 往往是因为 把守旋当作手段 而不是当成目的 事实上回归玄关 就是回归无极礼天 就是归根任母 也就是我们心灵的归宿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我们透过守旋 然后去让你身体健康 让你事业成就 或是让你多到更多的人 到场办得更大 事业更兴盛 这些都是把守旋当作一个手段 而达成一些有违法的目的 其实玄关就所谓通天窍 回天之路 当我们的心完全回到玄关的时候 那就是已经天人合一了 这是我们进入生命中最终极的目标 可是我们的心就是没办法完全回到玄关 只要没有完全回来 就是在六根层之间 就是六根追逐六层 然后就有很多的欲望 或者说每其名为理想 愿望 那些都是念 那些都是念 我们人就是为念头所苦 你会去念 念念相许 像说你念你的小孩 你念你的健康长寿 你念你的事业成就 甚至你念你的道场 念念相许 然后这个所念的都是无常的东西 都是生灭的 都是有生有灭的东西 所以心也就是生灭无常 苦恼不堪 所以我们众生就是 只想说去成就自己的念头 不管你念什么 每个人都有他主要的念 他念之在之的人 或者说他的理想抱负 总之有他追求的目标 就是他主要念头的一个方向 然后总希望自己所念能够成就 所谓现在的梦想 心想事成 有心理所想念的能够成就 想念的事情能够成就 然后可能念佛啦 修行啦 都只是为了心想事成 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心中想念的东西 可以成就 却不晓得 这个念的本身就是 就是轮回的原因 就是轮回的原因 我们的 我们的本性呢 就是被这个念 这个念就像 云把太阳遮住 我们的本性如果是太阳的话 念就是乌云 就把你遮住了 永远就为这个念在服务 而且 而且这念还会转来转去的 不断的在变化之中 而且你所念永远不会成就 就算成就了你又有心的念出来 比方说你的成就是赚到一千万 等到赚到以后你这个念头立刻会转回一亿 立刻就会变成一亿 不会只有一千万 或者说得到一千万以后这一千万之后有产生很多的苦恼 你怎么去安排这一千万 总之就是为念所苦 简单的说 为念所苦 所以为什么六祖会能讲无念为终 问题是我们就是有念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离念 要离开这些念 不是说去满足这个念 离念 这是我们的一个修行的目标 只是我们离不了念而已 但很多人是不想离念 很多人一心的希望自己所念能够成就 但我们现在就是要离念 只是没有能耐离念 但是呢 如果回归玄关的话 当你的心义无反顾的向玄关奔去 不是说我虽然心回到玄关 但是你真正想要是借着玄关 想要完成哪一个念头而已 成就哪一个心详事成 如果是义无反顾 把万元放下奔向玄关 那么根据我的经验 破念如以食碎土 好像用大石头把土块砸碎一样 硬念而消 什么念头奔向玄关 就好像丢到火炉里面一样 哇一下就烧掉了 所以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干脆了 没有真正的把念头收回来 根本就不想把念头收回来 这样反正想要透过三宝修持 能去成就自己的念 这是很多人不得力的缘故 不得力的缘故 所以玄关的作用就是在这里 就是让你能够无念 可以能够无念 所以 无念就是成佛之道 无念就是成佛之道 所以当你回到玄关就无念 无念就成佛 我们道行的问题就是出在说 妄想透过守玄 三宝修持 献相叩首 来成就自己的愿望 这就叫颠倒了 颠倒错乱 谢谢